而如今的天丹老人 已经化为了一名 二十须岁的英俊青年 天师仿佛也被彻底激怒 眼中凶光大圣不再躲避 带着熊熊死气 狂攻势力暴涨的天丹老人 从年轻到中年 从中年到老年 天丹老人的容貌 在战斗之中不断地变化着 两人拳来抓往 不多时便已交手了上千次 而此刻的天丹老人 赫然已经是满头白发 面上布满了皱纹 身形也勾搂了下去 周身紫气更是逐渐淡薄 浑身上下被轰出了无数拳印 甚至一只手臂都被轰断 只剩半截的天师 见到这一幕 闭眼之中露出了狂喜之色 对着天丹老人猙獰一笑 这人类要到极限了吧 下一刻 天师咆哮一声 周身死气大掌 爪影连闪 天丹老人目光闪动 如今的他 瞬间失去了 对眼前天师的压制力 他且战且退 身上的伤势越来越严重 却依然在勉强坚持着 就在这时 天丹老人周身紫气一散 眼眸也是一阵暗淡 他回头瞥了一眼 身后的顾玄 只见他周身激荡着 狂风般的毁灭气息 但却依然没有 睁开双眸的迹象 天丹老人叹息了一声 面上浮现一抹苦笑 没想到刚刚进阶 就要陨落在这邪恶的手中了 下一刻 天丹老人苍老的面庞上 浮现一抹绝燃之色 双眼暴争 周身气息 骤然狂躁了起来 即便是那满眼 嗜血之色的天师 在感应到这气息之后 都是不由地目光动荡 身形一闪 便朝着后方飞退而去 天丹老人竟是准备自爆 但就在天丹老人身躯 开始膨胀的刹那 一道女子声音 便传入了她的耳中 冷静点 那怪物的死期一致 那女子声音之中 似乎蕴含着 颇为强大的道运 竟是将天丹老人 那躁动的灵力 缓缓平复 天丹老人微微一愣 随即面线狂喜 朝着身后看去 只见一名身着纱裙的 婀娜女子 凝立自己身后 仅仅是站着 其周身虚空法则 便无法控制的疯狂泯灭 正是顾玄 天丹老人眼中 闪过一抹震撼之色 此刻的顾玄 竟是散发出了 丝毫不弱于自己的 恐怖威压 顾玄凝视着飞退的天师 手中黑铁长剑 缓缓举起 一道漆黑雷霆 骤然自剑锋之处 击射而出 天师的面庞上 终于闪过了 惊慌畏惧之色 此刻的顾玄 以及他手中的黑铁长剑 竟是给了自己 一种死亡的气息 他一咬牙 不顾一切地 运转着体内的死煞之力 其身后的尸山一阵 无数尸体便哀嚎着 融入了这天师的体内 天师的气息 不断高涨着 但其眼中 却也浮现了一抹心痛之色 显然这手段 也是其后手之一 并非能够随意施展 下一刻 一道血色鼓龙之影 骤然在天师身前浮现 散发着惊悚威压 朝着顾玄射来的漆黑雷霆 一冲而去 转瞬之间 那鼓龙与漆黑雷霆 便发生了碰撞 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 看似强悍无比的 古龙竟是直接被顾玄 斩出的漆黑雷霆 洞穿而过 天师瞳孔疯狂收缩 甚至都来不及 做出反应 那雷霆便轰重了 这天师的眉心之处 而就在此刻 那古龙虽然被雷霆 洞穿 但却依然朝着 天丹老人与顾玄冲去 天丹老人与顾玄 都是神色一宁 无边火焰化作火墙 抵挡在了两人身前 而顾玄身后那片 即将崩溃的漆黑天穹 也降临在了火墙之后 血色古龙撞上了 火墙与天穹 而那道漆黑雷霆 也直接将天师的头颅轰穿 自其脑后射出 时间仿佛有了片刻的静止 整个天地的法则 在这一刻都似乎无法运转 而后爆裂 恐怖的爆裂 天师发出一声惨叫 无比澎湃的毁灭气息 自其体内激荡而出 其生命本源竟是瞬间不稳 趋于泯灭了起来 顾玄所谓的命门 说的其实不是身躯上的破绽 而是生命本源上的要害之处 而这一击 便恰到好处地将之击中 天师真的恐惧了 生命本源若是破碎 即便他的这副躯体 再强悍也无用 只能从世间泯灭 他疯狂地消耗着自在天的力量 企图将那毁灭神道 镇压而下 而另一边火强天穷 与那血色古龙一并泯灭 同时破碎的还有天丹老人 与顾玄的自在天 震动整个暗玉的轰鸣声 骤然从地宫之中爆发而出 强烈的冲击 辐射向四面八方 甚至暗玉各个角落 无数双眼睛都带着震惊之色 朝着此处看来 片刻之后波动消失 三道身影 因为各自自在天的破碎 同时落入了地宫密室之中 天丹老人与顾玄浑身都是血 气息虚弱 显然在刚才的冲击下 受伤不清 已经没有再战之力了 两人朝着那天师看去 都是不禁面色微变 这天师的生命本源 受了顾玄的窒息一击 虽然已经满是裂痕 濒临破碎 但却是被这天师 以牺牲自在天为代价 强行镇压了下来 此刻天师脸色无比怨毒地 看着顾玄与天丹老人 他的身躯处处是散发着 泯灭气息的空洞 宛若满是破洞的口袋一般 气息也是无比虚弱 突然间 他竟是口吐人言 发出极为难听嘶哑的声音 冷笑道 可恶的家伙 竟然将本尊伤到如此程度 不过 你们现在已经没有继续 战斗的力量了吧 而这地宫 却是本尊最好的疗伤场所 只要本尊将地宫之中的死气阴气吞噬殆尽 一定能比你们更早地恢复 到时候 本尊会让你们知道 何为地狱 说吧 天师也不再言语 残余的死煞之气运转 整个地宫的阴气死气 便宛若飞蛾扑火一般 急速地涌入了天师的体内 修补着他的躯体 天丹老人与顾玄对视一眼 都是面色难看 天丹老人取出了两枚 带着丹纹 蕴含澎湃生机的 胆青色丹药 一枚自己扶下 一枚递给了顾玄 顾玄接过丹药美眸闪动 突然取出一枚传讯玉符 注入了一道神念 喃喃一句道 希望还来得及 接下来两人都没有说话 而是抓紧每一分每一秒 拼尽全力炼化要力 治愈伤势 数个时辰之后 一声阴森无比的大笑 在地宫中响起 天丹老人与顾玄 都是瞬间睁开双眼 看向了不远处的天师 只见这天师 似乎终于靠着这地宫之中 近乎无穷因死之气 将顾玄打入其体内的毁灭神道 镇压了下来 虽然尚未完全恢复 但已经差不多拥有 乾坤净的力量了 此刻对付如今虚弱的 天丹老人与顾玄 却是完全足够了 他摇摇晃晃地 从地上站起身了 朝着天丹老人与顾玄走来 两人的眼眸之中 都是浮现了一抹绝望之色 看来 即便他们拼尽全力 依然不是这上古天师的对手 就要陨落于此了 可就在这时 一道极为惊悚的邪气 却是自两人身后骤然爆发 即便是眼中杀意毙落 凝视着天丹老人与顾玄的天师 都是不由地目光一闪 朝着那气息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名盘膝在地的青年 周身被青黑色邪气所笼罩 就在天师 投来目光的瞬间 那名青年缓缓睁开眼睛 瞳孔深处浮现两道邪意至极的符文 即便是这杀人无数的上古天师 对上的邪意目光 都是莫名的心中一理 叶晨终于突破了 百邪血练法第一道关卡 步入入门之境 境界更是跨入了天神境九层天 距离圣祖境很近了 这时 天丹老人与顾玄面庞上 则是浮现了截然不同的表情 天丹老人面现狂喜之色 在他看来 叶晨是上古无上强者 只不过伪装成顾玄的弟子罢了 年死一头小小的天师 还不是贪指之间吗 之前 只是碍于功法反噬 无法出手罢了 天丹老人冲着那天师 张狂一笑道 孽障 看来上天还是站在我等这边 既然圣师已经苏醒 你离死也不远了 而顾玄面纱下的俏脸下 则满是苦涩之色 他很清楚 以夜晨的实力是几乎不可能打败这天师的 夜晨此前进入灭绝六道 战胜了修罗道奇兽 应该拥有了勉强抗衡补天境后期的实力 可现在这天师即便没有恢复到全盛时期 也足足拥有乾坤境的力量 最关键的是 即便他的生命本源已经受损 但想要彻底将之击碎 最少也需要乾坤境三四层天的攻击力 才能做到 即便夜晨修成了这秘术 又能如何呢 无道天赋再逆天 也不可能短短的时间 便直接提升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吧 乾坤境存在 每提高一个境界的力量 都是千难万难 那天师虽然一开始震慑于夜晨散发出的邪气 但很快便平复了下来 似乎看出了夜晨的实力 眼眸中浮现一抹讥讽笑意 以及浓浓的贪婪开口道 圣师 就凭这小子也想击败本尊 不过这小子倒是颇为诡异 明明还没有达到圣祖境 其一身血肉精华 竟是比一些乾坤境存在更为恐怖 若是本尊将之吞噬 带来的好处 恐怕比吞噬了你们两个 还要巨大许多的 夜晨缓缓站起了身 手腕翻转 一柄漆黑长剑落入了手中 似乎对天师之言炙弱网闻 眼中闪烁着兴奋光芒 喃喃自语道 这就是百邪训练法 这就是百邪体吗 果然恐怖